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看了半年的男朋友太苦了 我这把银元卖了 还给我男朋友 卖银元准备还给你男朋友 这清零之间的账很那么清楚吗 我欢迎我男朋友一根筋 他俩出去吃饭都得给我AA 认识半年了 结果他昨天说我欠他 五千七百三十六块八毛钱 你这三块银元状态都不错 都是高分状态的平级币 里边有一块稍微贵一点的主剑花 而且你看这个笔面还带广 另外两块水不是什么弄样 但是粉质搭到了六十三六十四份 相对也能卖个好价格 和男朋友谈了半年的恋爱 结果没想到还欠他那么多欠 甚至紧缺到了把毛欠 可见你这个男朋友确实太窒息了 本来俺俩也是经过 没人相亲见面认识的 半年来我们都见过几十年了 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 没有结婚直线 一切花销都必须 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 在一起也就吃过两顿饭 看过两次电影 中年他又给我买过几次礼物 天天我告诉他 我们不合时 没想到他竟然把我们在一起的华销 账胆 推送给我了 我一看确实吓着跳 他连把毛钱一瓶的水 都给我算了请凝处处的 哎呀你这个对象确实很奇葩 一瓶把毛钱的水也给你记录在案 只能说明他确实口闷 这个贪图像吃饭花点欠太正常了 基本上都是男士 表现了神势一些 早知道他会算了那么直戏啊 姑息是没有人给他出去见面 还不如开家里边看看鼠雷 我也相同 看透了 对于这样的男人 还是不能和他结婚 既然粉熟了 我也不想和他有什么寡哥 把音乐卖了 放给他吧 你说的很对 看清楚一个人啊 比啥都重要 既然粉熟就粉了彻底一点 无钱多块钱的账 对于你这三块音乐来讲 已经是绰绰犹豫了 先说你这个粉制62甲的这个主建华吧 这个主建华的劝命是散交院主建华 他是散交院打透了朽末班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看他这个地方 以一次旁边的华职 为空心眼 甲壳面看起来李迪干更呛一些 每一半这个甲壳也啊 看上去都搞进去了 最主要是这个班法音量较熟 比扑桶的散交院要贵很多 而你这个状态来说的话 现在能卖个三千多 应该没啥问题啊 一块三千多甲位还可以 这三块中共讲上去都一万多了 正好卖完的话 我还能有一些英里 可不是啊 你这弄通了算啊 你这三块音乐收钱分支不一样 甲位会有所差别 刚才说的是这个62甲的主建华 而你这里边的有一块散交院 你看比62甲还多一份 按理说比62甲贵贵 但是它只是一个扑桶的散交院 不带搬 所以价格只能按它的粉质来算 母亲也就两件多吧 粉稿还想得便宜一些 对 这里面的讲究也太多了吧 粉质越高 肯定越贵 但是也要粉搬 主要是看它的春生量 另一块达到64份的这个占样 价格就更高一些 占样和大豆的甲位一样 64份这个笔面 你看稍微带带广 中提啊 比其他两块粉质稿 状态好 粉稿自然也就有粉稿的优势 母亲这个状态能给到三千多吧 这银银也是我爸买的 他说差不多也就是 把九千块钱嘛 对 卖了吧 然后我爸钱还给他 我这个放心了 差不多也就是这价格吧 对于景商官银银银来说 这价格也错不了几百块钱 卖了之后啊 一份不少了还给他 这事也就算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以后再想起见面 想这种处验有问题了 一定要及时看清楚 耽误自己的视线不说 还影响自己的心情 其实我不是嘞 没想到下阳人都游 以后还是要找靠谱的 相亲 以后还是要找靠谱的 相亲见面 对 相亲见面一定要 直跟直敌 可以提前往路上撩一撩 感觉合适啊 在相亲见面 有一定的了解几足之后啊 成功几率会更高一些 祝你找到幸福 这样 我给你简单来算一算 谢谢你老板 没事没事 感谢观看